過去我的工作就是推動經濟發展 未來我的任務就是 協助台灣的中小企業 能夠順利轉型 副總統賴清德走訪企業座談 最直接了解產業問題 然而忙國政之餘 還有黨內性騷問題要解決 員工離職不代表調查結束 接連舉辦三堂性評教育課程 主席賴清德親自參加 誓言要打造更友善的性評工作環境 主席我可以問你嗎 你覺得一直是 你按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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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什麼關係 你跟臉好 其實你不正常的關係 不正常 不正常是哪一種 是情感關係還是 附會的失殺 應該是有失殺 對 應該有失殺 我覺得賴主席蠻 我可以說很可愛嗎 因為我有問問題 還蠻驚訝他是全場裡唯一答對的學員 他的意識很敏感 賴清德在黨內性評案爆發之後 祭出三項性評革新 最新民調數據來看 滿意的民眾超過三成四 不滿意則約三成 滿意略高於不滿意 而民進黨預計16號下午也將公布 女黨公指控被同事騷擾 主管蔡慕麟霸凌 組織部主任林南顧被控以情書電話騷擾女同事 及公讀生被同事調戲 主管吳俊燕要他推掉就好等三案的調查結果 不等國民黨傅昆奇等人調查報告 民進黨鐵腕革新 叛能火速止血 三圈層居的朱樹君 台北報導